在八十年代有这样的一位汉匪虽身患残疾 却能誉为当代座山雕 九十年代的最强汉匪张军是他的手下 他流窜多地作案甚至能将警方玩弄于鼓掌之间 此人正是抑制残匪王崔宝纯 八十年代东北最有名的汉匪 现在提起东北汉匪 人们的第一印象都是东北的乔治 确实乔治在当年确实是很出名 但是终归到底乔治只能算是一个莽夫 有勇无谋 要说到真正有头脑的汉匪 其一就是张作霖 其二就是作山雕 张作霖能从土匪窝子脱颖而出 靠得正是自己的头脑 而作山雕出生在土匪世家 三代都是土匪 而作山雕本人又有三绝 枪诀 眼诀 腿诀 而崔宝纯被称为当代作山雕 并不是他有多少好的功夫 而是这个人的头脑崔宝纯 出生在辽宁锦州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 他自小就非常的崇拜张作霖 想成为张作霖那样的人 事实证明他确实也差一点成为那样的人 少年的崔宝纯在和同龄人玩耍的时候 鬼点子就特别的多 而且他也具备很强的领导能力 因此在同龄人具有很高的威望 是一众同龄人眼中的孩子王 从这就不难看出崔宝纯的新基于手段 虽然这个人的个人能力很突出 但是他的家庭条件并没有特别的好 崔宝纯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也没有别的本事 只能靠种地的微薄收入 来维系整个家庭的运转 但是这种吃苦耐劳的品质 却没有遗传给自己的孩子 成年后的崔宝纯 对这种种地来营生的做法非常嗤之以鼻 而且他还非常看不惯 父母老老实实的种地的作为 他认为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发家致富 恰逢此时的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意气风发的崔宝纯跃越欲试 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让自己富起来 七十年代 广州地区成为了发展的首要市地 成为了大部分下海投金者的胜利 怀揣着原大梦想的崔宝纯也来到了这里 背景离乡来到广州的崔宝纯 通过贷款的方式获得了起始资金 信心满满的崔宝纯认为自己很快就可以还上贷款 然而他算错了 因为缺乏投资经验加上文化水平也不高 之前筹集的资金全部都打了水漂 自己还背了一身的债务 崔宝纯就这样灰溜溜地退出了商场 在我们常人看来 生意失败要总结教训 吃一欠涨一智 争取日后可以快速地东山再起 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此时的崔宝纯不但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 反而金泰也被创业的失败扭曲了 他怨天不恭 怨命运不济 他开始仇视那些通过做生意赚大钱的人 凭什么他们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的 而自己却带着一屁股的债灰溜溜地上场 成为了被商场淘汰的跑灰 这种怨事的心理让他产生了邪恶的想法 既然自己赚不到钱 那干脆就去抢那些有钱人 此后他就成了臭名昭著的抢劫专业户 崔宝纯这个人在做生意上面没有多大的天赋 但是在违法乱纪颇有天赋的 他深知人多力量大的道理 为此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领导才能 在社会上网络了一大批的狐朋狗友 都成为了他的得力干脚 他们经过周密的布置 通过抢劫的方式 短时间内就囊活了一大笔钱财 这极大的触动了崔宝纯的内心 自己做生意那么长的时间 那么的累 还没有这短短几分钟来得利益多 在他看来 抢劫虽然风险高 但是收益巨大 而且这还满足了崔宝纯 一种无法言说的成就感 这种变态的经历让他深陷其中 他正是跌进了罪恶的深渊 此后他开始了更加疯狂的抢劫 接连作案十几起 其手段之残忍令人扎舌 一时间闹得民心惶恐不安 警方对于这个猖狂的犯罪团伙 也极为的愤怒 为了能早日将凶手缉纳归案 警方出动了大量的警力 还为此成立了专案组 而崔宝纯为了躲避警方的追踪 费尽了心思 首先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富商 并且在广州 还成立诸多的傀儡公司 这些公司没有往来 没有任何的工作 崔宝纯成立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而且崔宝纯作为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 他还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他有很多个化名 而且从来不用真名是人 甚至在他手下打工的小弟 也不知他的名字 只知道老大或者大哥 尤为重要的是 崔宝纯神出鬼没的 非常的狡猾 他没在一个地方犯案 就是换一个地方 在广州犯案后 迅速地逃往东北 等到风声过去了之后 再在东北作案 然后立刻逃回广州 神出鬼没的崔宝纯 给警方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一时间 警方对这个穷雄极恶的犯罪团伙 没有一点的办法 而崔宝纯 对于这种生活非常的满意 还戏称自己的犯罪行为 是难争备战 真的是太嚣张了 随着崔宝纯的邪恶事业 越做越大 他本人也愈发地膨胀 他感觉自己 就是偶像张作霖 在他眼中 张作霖土匪出身后 成了响当当的东北王 这和自己的理想抱负 极为的相似 于是在此后的犯案生涯中 他开始模仿张作霖 成立了自己的帮派 东北虎帮 甚至还模仿了张作霖的私生活 众所周知 张作霖有六个老婆 后来崔宝纯 也找了一个老婆和五个情人 不顾及一夫一妻子 反而让六个女人 和自己一起生活 而且还将这六个女人 都发展成了自己的手下 这说是令人有些大跌眼镜 崔宝纯本人的私生活 极其的混乱 虽然他有了六个女人 但仍是色心泛滥 每当遇上姿色上乘的女人 就总会控制不住自己 才用巧取豪夺的方式 逼对方就范 他之所以敢干着这么做 也得益于他的心狠手辣 他的心狠手辣在当时的黑社会中 极为的有名 一次他与别人血斗 崔宝纯被对方 砍去了左手食指 杀尸间血流成河 但崔宝纯并没有缴械投降 反而是浴血奋战斗地 这件事被盗战的兄弟们 广为数之 他本人还获得了一个 一指残匪王的称号 当时 他的名号在盗上 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 此后 他也就用这一指残匪王的称号 开始行走江湖 最开始的时候 崔宝纯是亲自露面 抢劫杀人 但是他深知张作霖 领兵作战 绝对不是靠自己冲锋见证的 他需要招兵买马 找到马仔替自己炮头露面 这也是他成立东北虎帮的初衷 东北虎帮最大的时候 规模达到了200多人 崔宝纯只作为案件背后知识人 支持各地手下犯案 据传闻在90年代 翻下香恶欲系列持枪杀人案的张军 就是崔宝纯的徒弟 在崔宝纯的带领下 他的东北虎帮 成为了当时最大的黑恶势力之一 崔宝纯十分擅长 装富豪 经常以做生意为幌子 四处诈骗右肩女性 将其拉入自己的团伙中 指使这些女性勾引目标 将目标带到无人的地方 加害抢夺钱财 他们的目标不仅在内地 甚至香港来的富商也不放过 当时在广东发生了一起香港古董富商 抢劫案震惊全国 其背后的真凶就是崔宝纯 经过几年的积累 崔宝纯的犯罪集团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抢劫集团 他的名声流传开了 崔宝纯也成为了警方的重点抓捕对象 狡猾的崔宝纯 甚至狡兔三阔的道理 他没有将自己的总部设立在老家锦州 而是设立在广州的一家豪华宾馆中 在宾馆中指挥小弟们犯案 他们的团伙开始以公司的名义行骗 时而是天津进出口公司广州办事处 时而是四川省成都市残联天府事业总公司 光是他的假民就有二十多个 在犯罪后 崔宝纯会迅速转移阵地 经常在东北与广州之间来回逃窜 他的行踪不定难以捉摸 公安人员的追捕阻碍重重 这种南征北战的追捕 在崔宝纯眼里是有趣的游戏 他还得意地认为自己 相隔四处作战的大将军 可以将公安戏弄于股掌之中 然而法网恢恢恢疏而不漏 1988年 崔宝纯团伙犯下了震惊中国的广州去园楼凶杀案 崔宝纯指使手下 罗血杀死药材商人 李国斌 古董商人 黄阿炳等无辜商人 还因为抢地盘 生意等原因 杀害了地头蛇 毒贩 金银福等人 一时间整个广州人心惶惶 广州警方将崔宝纯团伙 列为了重点打击对象 进行抓捕 1988年修到了危险器械的崔宝纯 准备逃往锦州 暂比风头 为了能够全身而退 他将直到犯案细节的马仔杀死了 这时的崔宝纯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了解小弟后 又将直到犯案细节的情人 之一杀害 他害怕情人会出卖自己 在了解一切后 登上了开往锦州的火车 他自己认为已经逃脱了广州警方的追捕 但殊不知 警方早就盯上了他 在广州和锦州都布下了天罗地网 最后他落到了锦州警方的手中 刚开始被抓获的崔宝纯 还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直到警方将所有的犯案事实摆在面前时 他才承认罪行 1988年 崔宝纯被执行了死刑 现在国内的很多大佬 很多都是在七八十年代开始奋斗的人群 在特殊的年代 他们把握住了国家给的机会 成为了富甲一方的人群 当初崔宝纯怀揣着梦想来到了广州 由于不善经营和没有毅力 最终让梦想化为了飞灰 他还埋怨老天不公 仇视社会 报复社会 在长道一丝甜头后 深陷其中 他不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是永远不会缺席 希望大家在创业路上都能摆正自己的心态 加油 你也可以的 希望大家能通过崔宝纯的故事云以为界